一拳风神的男人再次打破票房记录 《犯罪都市3》震撼来袭 成为23年最受瞩目的韩国电影 嫉妒卧底警察身份暴露 对方不管其身份 挥起棒球延续罪恶 此后更加猖獗 独揽市场 另一条街上一群混混当街搞事 仗着人多 欺人罢女 当身材亏偶的男人出现 就知道几人要到大美 老马扒开人群大喊住手 对方却不知死活 非要鄙视鄙视 风神铁拳指示出三分地 混混们接连倒地 还敢抽刀 声东机器又一拳 收工 小场面小场面 用不着这么多热烈掌声 刚回到警局 又接到报案 28岁女子从酒店八楼跳下 房间里除了喝酒之外 没留下任何其他痕迹 但法医报告出来 证明此案绝非自杀那么简单 因为尸体外伤都是常见症状 实际死因却是吸粉过量 坠楼之前已经断气 而血液中的药物 正是最近在市面上疯狂流通的新药 老马端定 本案背后一定牵扯庞大贩毒组织 经过问询 被汉人朋友得知 两人在俱乐部喝了陌生人饮料 便失去意识 再醒来 已经是这种局面 当晚老马进入夜总会 宣罩中审视一圈 发现二楼入口处有人把手 想去一探究竟被保安拦截 对方五大三粗也是暴脾气 无法劝退 照着老马大脸蛋子挥出一拳 哎呀卧槽 一拳封神的男人 哪受过这窝囊气 回赠了一拳 保安直听了一下坠 脸先着地 上了二楼才发现 这里别有洞天 药品交易随处可见 卫生间里先制服一个瘾君子 让手下拿着药品去化验 再闯进一间包房 拿出塑料袋 准备打包人家的药品 起初几个小子反射性照做 回过时来 你是哪个大聪 刚想反抗 就挨了揍 之前昏死的保安转醒 前来一支援 还是一招 再补一件 白瞎大体格子 卵用没有 逼问卖药小子 找到老板 涉案人员全部带回警局 但老马错过一条大鱼 另一间包厢内 张明浩正与卖家交易 他就是开头打死 卧底警察的男人 如今 手上有20公斤药品 正与出售 收钱 约定交货日期 警局这边 老马审讯俱乐部老板 对方不仅嘴硬 还十分嚣张 老马抬头看看摄像头 同事们立即领会 开始大扫除 老板四眼八叉 躺在桌子上 换过劲来彻底乖顺 交代出人穿的供应商 顺着地址过去 达到男主人后 翻出两包药品 交代出上家 吸罗 此人是来自日本的黑帮 药品全部由他们手中产出 三个警员收到命令 展开行动 抡着警棍闯入 却干不够拼刺刀的 不得已使出电击枪 才摆平 并没收至少20公斤药品 此等战绩 百分之百升值加薪 但处在兴奋中的几人 没想到危险 已经在前方等待 一辆车突然窜出来 面包车原地转了203圈 强烈撞击让警员和罪犯 满身都是血 全部晕厥 20公斤药品被蒙面人连锅端 便将最先清醒的吸罗 乱棍打死 最后来到废品收购站 出去伪装才看清 此人正是张明浩 他把药品交给海运商 重新打包 为暗时交货做好准备 隔天警察预袭上了新闻 20公斤药品被抢 闹得沸沸扬扬 老马看望受伤同事 其他小组警察也来了解情况 他们表示 吸罗身上有警用枪 属于队长老郑 他暗中调查犯罪组织 却突然失联 很久都没有消息 老马隐约有种预感 老郑已经凶多吉少 却怎么也想不到 将死在自己人手里 张明浩大摇大摆 进入警察局 原来他还有另一种身份 缉毒组组长 执法犯法 且手段凶残 又有官职掩盖身份 由此可见 老马要到大梅 果然 在他锁定日本人时 张明浩正与买家交易 小弟莫托在运货途中得知 日本另一股黑帮势力 为了抢夺药品 落地韩国 为了保命 只能掉头寻找安全之地 因此 交易只能延期 而常驻在此地的 日本黑帮 惨遭灭门 柜子手正是刚刚落地的龟田 老马刚好追查到 张明浩带独小弟莫托 两车交汇间 见其被绑 交代警员暴力堵车 龟田却以为老马是莫托手下 双方在停车上大打出手 期间莫托想趁机逃走 被对方按住连筒束刀 老马也被龟田开车撞飞 重重落地 久久不能起身 不久警方将这里全面封锁 殊不知 张明浩就在不远处观望 摩托被挟持到码头 本想用药品做筹码 换取活命机会 结果龟田根本不知这一套 隔天 命案引发关注 张明浩以办案为名 就在现场 表面上若无其事 实则差点气炸废管子 两天之后就是交货日子 药品彻底没了下落 三方势力都为同一事件努力 韩国警察老马 日本最有实力黑帮龟田 还有隐藏最深的 缉毒队长张明浩 而实力权力加深的 张明浩最嚣张 首先砸了龟田厂子 警告那批动货的人 救手不要命 同一时间 老马调传中又与龟田 抽敌相见 双方展开对打 龟田的人抢先拔出尖刀 老马躲过 使出必杀剂 将几人全部打晕 找到游艇钥匙 进入被眼前景象震撼 原来这里是药品生产工厂 徒手打开保险柜 里面并没有真金白银 只有一堆破绳子 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脑袋灵光炸现 回到甲板 拉起上面绳子 下方包装紧式 货物浮出水面 打开一看 正是那20公斤药品 两天时间已过 张明浩久久无法兑现承诺 买家耐心耗尽 终于对他出手 双方不要命厮杀 一时间难分胜负 但张明浩的一方耐力更久 长时间拉锯战 导致买家落入败局 结果手下全部被砍伤 老大光头先被挑断绞筋 后被铁链拴在汽车上 一把扳手对着他 天灵盖猛击 特大命案发生 加上现场捡到 缉毒队员工牌 老马敏锐察觉到 张明浩一定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再次上门询问 明明看到他就在办公室 下属却拼命找借口阻拦 老马碍于对方职位 只能怀揣不甘离去 但心中早有了计划 他想利用到手药品 引蛇出洞 不过张明浩能由此在黑白两道 不单单依靠职位掩护 还有异于常人的聪慧 他不愿意只身犯险 转身找到归田 用武力赢得合作机会 当老马的诱饵来到交易地点 等待他的不是张明浩 而是杀人不眨眼的日本人 刚想开流就被尖刀抵住脖子 老马不用选择 冲进去营救 谁知前脚刚踏进去 就挨了一闷棍 没啥反应再补一棍 这次打不死的老马浑死过去 日本人打开旅行包 里面全是严栗子 又是生命受到威胁 除了咒骂老马坑爹 别无他法 两名下属在外等待 久久不见老马出来 正想进去营救 被张明浩拽出车外 一顿闷棍刺后 带走20公斤药品 大批警察赶到 只带到一些小虾米 老马与日本人同时消失 生死未捕 现场只剩一名高手 他身手敏捷 战斗力超强 两名警员被打得鼻青脸肿 连还手机会都找不到 没有老马 他们只有被欺负的份 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对方 潇洒离去 而老马被带进小黑窝 曾经对别人使用招数 全部体验一遍 除了用不甘眼神 表示不服外 已经没有了抵抗能力 神一样的男人 恐怕难以翻身了 当日本人接到张明浩电话 才知道合作是无耻谎言 而另一个转折 更加棘手 老马不断挨揍 爆发出潜力 竟然满血复活 将看守小弟 打得满地爪牙 神拳男人再度来袭 现场无一人能抵挡 即便组织内顶级高手 也无法在重拳之下 包含自己的腰子 归田见识不妙 抄起五十刀 横拼树砍 确实给老马带来威胁 不过几个回合下来 明显不敌被摔出去 殊死反抗 又挨了一板子 不过作为一帮之主 太容易挂 真的很丢脸 再次起身 挥动五十刀 老马轻松接招 费了归田祖爷爷传下的宝刀 而老马就像战神金刚 一拳出击 归田飞出五十米 再也没了动静 张明昊正收拾家当跑路 汽车刚刚启动 就遭遭撞击 计划失败 与老马来一场终极对决 那把杀害多人的光球棍 却对老马不起作用 打架招式也很大妈 不是抓脑就是肯咬 控制人家眼珠子就是不撒手 老马吃痛 使出一套组合拳 打断张明昊肯 既然打不过 不如谈合作 没有什么事 是三百亿解决不了的 可老马就是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更加对执法者作恶 深舞痛绝 趁着大量警员未到 先发泄一下心中不满 张明昊就惨了 如一堆烂泥被拎来拎去 全身骨头即将被打散之际 老马终于玩够了 最后一拳 让张明昊熟睡过去 恶人全部受到法律制裁 老马语中慢行 背影是正义的孤独 案件结束 同事们都拿到奖金 老马又被定义为暴力执法 鸡毛没牢着 这部电影叫犯罪都市三 今年最新上映 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爽片 节奏十分凑巧 打斗相当激烈 几乎三分钟一场小打 十分钟一场大打 全片都是高潮 而老马长得像地痞流氓 却用一颗惩恶扬善 除枪服务的正义之心 不仅如此 当他审问难缠的犯人时 会暴力逼供 对待重要线人时 不惜一花重金买线索 这些都不是一个正经警察 能做出来的事 但恰恰是这样一个 业务能力满分 游走在黑与白的边界 还具有幽默感 与反差盟的暴力刑警 成为这部影片 最具代表性的核心 并受到无数观众喜爱 3 4